诺西山说,大家不要全冲去上班 欢迎收看5月2号报道正能量新闻的新闻最正点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46天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宾燕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105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6176人 没有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103人 今天也有116人治愈 累计治愈达4326人 卫生总监诺西山指出 下周一复工只是一个开始 但并不代表全部员工都要回公司上班 另外诺西山指出 我国目前的可传染率是少于1 这意味着我国有能力控制社区的传染 可传染率的意思是指一个感染者可传染多少人 公共交通恢复如常 交通部长拿督斯里为嘉祥指出 所有公共交通将在5月4号起恢复正常的运作时间 交通部已经指示公共交通经营者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 如保持安全距离,提供消毒措手液和定期为公测座位和扶手进行消毒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我是陈学生 马上来关注全球的确诊人数 今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有71635人 累计确诊人数3402334人 死亡人数4739人 累计死亡人数239791人 治愈人数32237人 累计治愈人数1083994人 疫情让许多人没有办法到外和亲友一起庆祝生日 但新加坡的这一家人却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为86岁的阿嬷庆祝生日 这位阿嬷的孩子联合了6名兄弟姐妹 以及阿嬷的36位孙子 一起在Zoom上面为他老人家办了一个特别的生日会 阿嬷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一人一桌 全球最小餐厅登场 瑞典的一对情侣推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餐厅 这一个餐厅只有一个摆放在野外的桌子 每天只有一名客人可以用餐 它不只被外界称为世界最小的餐厅 它也被称作世界上唯一远离新冠病毒的餐厅 泰国不允许拍吻戏 泰国文化部正在考虑放宽疫情期间的电视电影以及剧组的管控 但条件是每个拍摄组不可以超过50人 也不可以拍摄需要演员近距离接触的戏份 像是打斗场面以及亲吻的戏份 疫情期间的我们虽然不能够随意外出 但我们却能够在家里把我们的心意还有我们的想法 透过网络来传达到远方去 那么在疫情期间度过生日的朋友们呢 不妨试试来一场线上生日会 那么就可以过一个安全却不失热闹的生日 今天的国际新闻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给兵燕 谢谢 经历两个星期的双位数过后 我国今天的确诊人数再次破百 情况令人担忧 复工的话可能会导致感染人数再次飙升 不复工的话也会导致很多人手停口停 生活面临困境 我相信政府也是考虑了多个方面的因素 才做出复工的决定 不论复工与否 我们都要适应社交新常态 少去人多的地方 多注意卫生 能够在家完成的东西 就在家处理就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周冰燕 祝你平安健康 我们明天见 为了梦想能实现 决一炮透露残忍的血